有很多夫妻是因为妻子有男闺蜜而离婚的,我老婆也有一个男闺蜜,但是我们却没有离婚,当初我跟老婆李天娇刚认识的时候,我就知道她有一个男闺蜜,这个男闺蜜并没有让我有丝毫的妒忌或者吃醋,因为她的这个男闺蜜实在是太娘了,他们在一起显得我老婆都很爷们了, 我看了一下时间,已经八点多了,老婆还没有回来,我刚要给她打电话,她就发视频过来了,接通视频之后,居然是张洪涛,也就是我老婆的那个男闺蜜,哎哟,超哥,我们在聚餐呢,天娇说你工作忙,就没喊你。 张洪涛右手拿着手机,左手搂着一个女同事,然后对周围的人说道,来,姐妹们,都跟超哥打个招呼。 周围一共六七个人,都是老婆的同事,其中女的占了多数,超哥,你别听她瞎说,咱们还是论哥们的。 一个男的笑着说道,滚,你们才论哥们呢,你们全家都论哥们。 张洪涛笑骂道,一个大男人瞄着眼影,涂了口红,脸上还擦了粉,又不是眼小品,我还是不太习惯的,说了几句就赶紧挂了。 我刚刚洗完澡,天娇就回来了,喝得有点醉,晃晃悠悠的,衣服还有点乱。 张洪涛那个耸货,还要送我们回家呢,他自己先被冠趴下了,天娇搭着舌头说道,我先帮你换衣服吧。 一边帮他挂包一边说道,天娇也胡乱地脱着裙子,我连忙过去帮忙,脱了裙子,我发现天娇的内衣有点乱,就连胸罩都偏了,小酷酷也到大腿跟了。 看到这一幕,我的眉头就皱了起来,问道,你这是让谁占便宜了呀? 还能是谁? 是灵慧那丫头,要不是我没喝多,都得被她扒光了。 天娇说道,然后接着说道,我就不洗澡了,先去睡了,明早再洗吧。 灵慧全名,叫许灵慧,是老婆的同事,比老婆小了两岁,这丫头什么都好,就是跟张洪涛相反,这丫头太野蛮了,我怀疑她是好女风的,本来想要说几句,让天娇以后少喝点酒的,但是天娇已经躺在床上了。 我说的也是白说,第二天下班之前,天娇又给发消息说,要去给一个同事过生日,问我去不去,我拒绝了。 到了昨天那个时间,天娇还没回来,我就有点担心了,就站在窗前看着楼下,过了十几分钟,就看到天娇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了,一个男人送她回来的。 不是张洪涛,好像是他们的经理,那个男人扶着天娇晃晃悠悠地走进了单元门,我知道天娇又喝多了,本来只有一分钟的路程,两个人足足走了六七分钟还没上来,天娇已经喝多了,这么长时间里,肯定是被那个男人开了不少游,我忍不住就要出去接天娇了, 却听到了要是开门的声音,我打开门,看到天娇一个人在门外晃晃悠悠的,那个男人并不在,什么人啊? 送人居然不给送到门口,我心里不屑地说道,然后就把天娇拂进了屋里。 天娇喝得比昨天还多,衣服也比昨天还要皱,在给她换睡衣的时候,我发现她的内衣又是紧紧挂在身上了,显然是又被人吃了不少豆腐,这次必须要提醒她一下,以后可不能这么喝了,再喝就不仅仅是被吃豆腐这么简单了。 第二天一走,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天娇说了,天娇也说以后确实不能这么喝了,自己难受不说,失态还丢人,就是,你看看我,喝不了多少酒,我也不喝酒,也不难受。 我说道,跟天娇结婚三年了,我从来没有在她面前路过酒量。 就是跟我现在的同事也没有放开地喝过,都是浅尝辙止,没有人知道我上高中的时候跟同学喝酒就是手把瓶了,而且是白酒,大学的时候最多的一次喝了一斤半,你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内衣都乱了,是不是被人开油了啊? 我试探着问道,天娇闻眼脸就红了,娇赤道,去一边去,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? 有便宜就占,不占就是王八蛋,怕我一巴掌就拍在了天娇的翘臀上,说道,赶紧起来洗个澡,我去准备早饭了。 天娇扭动了一下,哼了一声,又躺了两分钟,踩起来,我跟天娇一起出门去上班, 刚刚走到楼下,就看到了一身白裤子,苹果绿上衣的张红涛撬着兰花纸站在楼下,套在一辆车上,早上好啊,涛姐。 我笑着说道,超哥,早上好。 张红涛笑着说道,然后接着对天娇说道,昨天喝多了没来送你,今天特意来接你上班,人家够意思吧? 够意思。 天娇笑着说道,然后就上了车,超哥,我一起也送你吧。 张红涛笑着说道,不用了,不顺道,我自己开车。 我笑着说道。 晚上下班之前,天娇给我发微信说,跟同事去一家公司谈一个合同,要晚点回来,天娇是一个主管,这种事情是常有的。 下班之后,我买了一些熟食,准备回家对付一口,但是刚刚走进小区,就看到了张红涛站在我家楼下呢。 涛姐,你怎么来了? 我笑着问道,天娇跟那些臭男人约会去了,我就来陪你来了。 张红涛笑着说道,然后接着说道,我买了几个菜,姐姐我陪你喝一杯。 我也买了一些吃的,也正好想喝一口呢。 我笑着说道,张红涛经常跟同事喝酒,没事还去酒吧,酒量很好,但是两杯白酒下毒,也喝得晕晕乎乎的了。 而我不想暴露自己的酒量,喝了一些就装醉了。 超哥,你们男人真是的,那些女人有什么好的? 都爱那些女人,张红涛说道,然后就又给我倒了一杯酒,虽然都叫你涛姐,你还不是一个男人吗? 而且还不是跟那些女人混在一起吗? 我笑着说道,也是哦,张红涛笑着说道,然后笑着说道,其实也不一样,因为我都不知道我是男人还是女人。 你是一个长着男人皮的女人。 我笑着说道,对,对,对,这么多年,就你这句话说得最对了。 精辟,精辟,张红涛笑着说道,然后身体就靠在了我的身上,我推了一把张红涛,笑骂道,你给我滚一边去,我对你不感兴趣。 那还是你不知道姐姐我的好,我会的那些女儿都不会张红涛说道,然后手就向我身上伸了过来,啪的一声,我打掉了那只手,看到涛姐喝多了。 我就让她在沙发上,躺着先休息了,天娇回来的时候,张红涛还在睡,我们两个把她扶到了客房,就让她在客房里住下了。 第二天早上,张红涛一直对都躲躲闪闪的,我跟天娇一直忍着笑,也没有点破她,今天我晚上我有可能还要加班,你自己回来之后就先吃吧。 天娇说道,你们那个合同能不能拿下来啊?都忙了好几天了,人都憔悴了。 张红涛说道,然后接着说道,我办公室还有一些上次李姐给的面膜,一会我拿给你。 下午下班之前,我收到了天娇的微信,她要去谈合同,晚上要加班,晚上十点多的时候, 然后,张红涛把喝醉了的李天娇送回来了,看着醉得不省人事的老婆,我一阵心痛,超哥,虽然这话我不应该说,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,天娇这段时间不太正常啊,总跟那个臭男人出去,还喝这么多酒。 我觉得,她有可能堕落了张红涛说道,听到这话,我心里又是一阵痛,说道,这都是她的工作啊,你也知道,她是一个要强的女人。 张红涛看了我一眼,说道,行了,该说的人家都说了,你自己寻思吧,说完之后,张红涛就离开了,张红涛离开了之后,我就开始给天娇换衣服,结果发现天娇的内裤居然不在了。 我的头皮一下子就抹了,连想到刚刚张红涛说的话,我就意识到我可能被戴绿帽子了,我来到了客厅,直接就拨通了张红涛的电话,但是张红涛并没有接,不过很快就微信给我发了几张照片, 看着那几张李天娇跟别的男人拥抱亲吻的照片,男人就是那天送李天娇回来,却没进屋的那个人,我整个人如坠冰枯,大脑一片空白,两久之后,我回过神来,单凭这几张照片,也不能直接就判定李天娇出轨了。 只能说他为了工作不择手段而已,想要判定他是不是真的出轨了,还需要确凿的证据,要有实锤才行,我一定要搞清楚,不仅仅是为了李天娇,也是为了我自己,第二天早上,我醒来的时候,李天娇就已经在洗澡了,洗完澡,李天娇就去做早饭了,看我的眼神也有点闪躲,昨晚谁送我回来的呀。 李天娇问道,一个男的不认识,我回答道,当朗一声,李天娇手里的勺子就掉在了灶台上,你紧张什么呀?逗你玩的是涛姐送你回来的。 我笑着说道,谁紧张了?是烫着手了。 李天娇说道,然后就连忙把勺子捡了起来,但是你昨晚回来的时候,确实是没穿内裤的。 我说道,当朗一声,刚捡起来的勺子又掉地上了,你讨厌,肯定是你昨晚趁着我喝醉了,干了什么坏事,李天娇慌乱地说道,然后连忙把勺子捡了起来,都老夫老妻的了,我干什么坏事,还用趁着你喝醉吗? 我笑着说道,然后就开始拿碗筷了,李天娇的慌乱让我确定了他肯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。 心里有鬼,这种事情必须要抓个现行,否则的话他是不会承认的,还会说我做得不够好,我给张洪涛打了一个电话,想约他见面,他中午休息的时候就跑来找我了。 超哥,昨天晚上人家也是喝多了,下给你发的照片,你别往心里去。 一见面,张洪涛就一脸歉意说道,我摆摆手,说道,不是涛姐你还会有李姐,王姐,赵姐是谁都不重要,我只想知道李天娇有没有真正的出轨。 对,这个人家就真不知道了,我只是看到他们很亲密的样子,同事们也都在传他们之间有事。 张洪涛说道,那个男人我见过,好像是你们的经理吧?我问道,是我们经理陈平生,我们董事长的小舅子,不过他也是有家事的。 张洪涛回答道,停顿了一下,张洪涛接着说道,虽然我跟李天娇是闺蜜,但是我也是有底线的,如果他没跟你结婚,怎么玩,怎么疯都行,但是他已经结婚了,就要有底线。 说着张洪涛就握住了我的手,说道,超哥,其实有些事情你要想清楚,考虑好,你现在也没有确凿证据,忍一是风平浪静啊。 此时,我心里已经完全乱了,你刚刚说的对,做人是要有底线的,我自言自语地说道,超哥,你不是艺人,人家会一直陪着你的。 张洪涛说道,我要找到确凿的证据,你要帮我。 我说道,好,人家会尽全力帮你的。 张洪涛说道,然后接着说道,还需要一个人,有了这个人的帮助,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确凿证据了。 下午三点,我来到了一家咖啡厅,静止走到了一个女人的对面坐下。 这个女人叫孙洪梅,是陈平生的老婆,就是她老公和我老婆出轨了,我们两个人都被绿了,是同病相连,我要确凿的证据,不要绯闻和谣言。 孙洪梅非常直接地说道,我拿出手机,把张洪涛发给我的那几张照片给她看了一下,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。 孙洪梅说道,昨晚你男人和我老婆去见客户,七点就结束了,但是十点多她才回家,到家的时候内苦不在了。 我说道,我们两个合作,一起寻找证据。 孙洪梅说道,好,我硬道。 我的目的就是要跟孙洪梅合作,单凭我一个人找证据,会很费劲,如果有她跟我一起找的话,那就是半功倍了。 接下来几天,李天娇都是准时上下班,没有异常,直到我看到卫生间垃圾桶内,她换下来的卫生巾才明白。 原来是这几天,她大姨妈来了,身上不干净了,这才没有出去跟陈平生私会。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孙洪梅,孙洪梅告诉我要有耐心,桌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,是需要做很多事情的。 本来我还想要在李天娇的手机上安装一个定位系统呢。 但是有张洪涛这个眼线,她可是比定位好用多了。 老公,今天下午我们要去签一个合同,完事了还有一个庆祝的聚餐,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。 早饭的时候,李天娇跟我说道,知道了,少喝点酒,别再把内苦喝丢了。 我说道,去你的LSP。 李天娇说道,然后接着说道,我知道了,我会少喝一点的。 来到公司,我就把李天娇早上跟我说的话发给了孙洪梅,很快孙洪梅也回话了,她说的陈平生也是这么跟她说的。 我们两个人同时怀疑,李天娇和陈平生两个人又要去约会了,就决定抓他们一个现行。 有了张洪涛这个内线,我们对李天娇二人的一举一动都是非常了解的。 我们两个人也都来到了他们聚餐的酒店,只是藏在了一旁,躲着没有露面,七点多一点的时候,我就收到了张洪涛给我发来的消息。 说是李天娇和陈平生两个人前后离开了他们吃饭的餐厅,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上楼开房了。 我说道,你找我之前应该知道我的底细吧。 跟我走。 孙洪梅说道。 孙洪梅的父母都是走势图的,她还有一个哥哥是做生意的,最近几年她父母退休之后,她哥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了。 李天娇他们的公司也受了她不少照顾,到了保安室,我才知道孙洪梅的哥哥居然是这家酒楼的股东之一。 保安队长见到孙洪梅,一直都是点头哈腰,对她的要求,完全不敢有丝毫的反对。 他们在十楼的1010保安队长说道,看着视频中的两道身影,我就怒声说道,走,我们去1010。 你没捉过肩还没在电视上见过吗? 捉肩当然是人越多越好了。 孙洪梅说道。 然后接着说道,通知张洪涛,让他带人来10楼。 我忍不住地向孙洪梅伸出了大拇指,然后就给张洪涛发了一个微信,你们也跟我们一起过去。 孙洪梅对几个保安说道,很快,我们就跟张洪涛带着的十几个人在10楼会合了。 我知道你们都喝得不尽兴,就特意又安排了一场,让你们好好的尽兴。 我也把你们李主管的老公也给请来了,一起庆祝你们,又签了一个大担子。 孙洪梅笑着说道,好众人纷纷喊道。 整件事只有我,孙洪梅和张洪涛三个人知道,那几个保安也知道一些,但是他们都没说什么。 九楼的经理上来了,带来了一个通用房卡,可以打开所有普通的客房。 我们一起来到了1010的门口,经理直接就打开了房门,我们一起走了进去。 而此时,房间里正有两具白花花的身体,在床上翻滚呢。 所有人都惊叫了起来,尤其是床上的两个人,一瞬间全都被吓傻了,全都惊恐地看着冲进来的这些人。 老婆,你怎么来了? 陈平生惊骇地问道。 孙洪梅走了过去,狠狠地一巴掌就抽在了陈平生的脸上,一下子就把陈平生抽得瘫在了地上。 老公,你听我解释李天娇惊恐地说道。 怕孙洪梅一巴掌又狠狠地抽在了李天娇的脸上,怒声说道,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? 天娇,我们都看错你了,超哥多好的一个人啊,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情,你对得起超哥吗? 张洪涛怒声说道,平时我们都看不上张洪涛这个娘们唧唧的,但是她还是有底线的,至少跟我们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 而你,居然无底线到了这种程度,你还真是让我们失望啊。 许灵慧怒声说道,听到这两个人的话,李天娇趴在床上就哭了起来。 我跟李天娇的离婚手续办得非常的顺利,因为她是过错方,在财产分割的时候,法院对我有一些倾向。 但是这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摆脱了一个给我戴绿帽子的女人,孙洪梅和陈平生的离婚也很顺利。 因为孙洪梅和陈平生在离婚之前就在律师那里签了一个协议,如果在婚姻里有一方出轨的话,那她或者,她就要净身出户。 陈平生还想要一些家产,但是却连自己的私房钱也都被孙洪梅给挖了出来,真的是净身出户了。 因为两个人都是婚内出轨,而且被那么多的同事看到了,李天娇和陈平生都没有脸在公司继续待着了,李天娇主动辞职离开了。 但是陈平生却是被开除的,这一次她的姐姐也没有保住她,李天娇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,房子是我的了,但是我却补给了她二十万,这是在法院的调节之下决定的,我们吃一个散伙饭吧。 李天娇说道,就在这个时候,张洪涛来了,他带着几个菜来的,人家知道你们有可能吃一个散伙饭,人家也来参与一下。 张洪涛一边摆韭菜一边说道,李天娇帮着张洪涛把韭菜摆好,但是张洪涛对她却是一直都没有正眼看她,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,但是我也是没有办法的,我喝多了, 然后就被她威胁了,李天娇流着眼泪说道,天娇啊,这是人家最后一次这么叫你。 张洪涛说道,然后接着说道,人家和超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,让你少喝酒,你就是不听,你喝那么多酒,就是给了那些臭男人们机会了,自己做错了事情,就要承担结果,不要赖给其他人,是你的心里就想着出轨。 我拍了拍张洪涛的肩膀,示意她别说了,然后对李天娇说道,我们已经离婚了,我也没什么资格再说你了,我只想说一句话,一个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,都是要有底线的。 停顿了一下,我接着说道,吃吧,吃了这顿散伙饭,我们就江湖路远,永不相见。 李天娇捺着嘴,但是眼泪已经湿了脸颊,他拎着自己的行李箱就离开了,超哥,不用想那么多了,你现在已经解脱了,人家陪你好好的喝一顿,喝掉你的以前,迎接你的以后。 张洪涛说道,然后就给我倒上了一杯酒,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感觉逗了人生无常,事实难料,半个月我还有一个人人羡慕的美满家庭,但是现在却又是孤单一人了。 超哥,我陪你喝一杯。 张洪涛端起酒杯说道,我也端起了酒杯,说道,这杯酒既是为了我的过去,也是为了我的将来,你会遇到一个更好的人的。 张洪涛说道,干一个。 我说道,好,干一个。 张洪涛也笑着说道,我们两个人一起仰头,就把自己的酒给喝了下去,张洪涛又给我们两个人倒满了酒杯,今天的酒真的是容易醉,我的酒量在喝了两杯之后就感觉到眼睛睁不开了,迷迷糊糊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,我居然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,床上都是褶皱,犹如大战了一整晚一样,而我也感觉到腰酸腿软,浑身没有力气,就跟大战了一整晚一样。 我突然想到,这种感觉就是之前我跟李天娇大战之后的感觉,我猛地就坐了起来,连忙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身体,发现我真的是有跟人大战过的痕迹,我跟李天娇已经离婚了,而且他昨天已经离开了,我能跟谁大战呢? 我心里想到,张洪涛,我突然想到了他,昨晚可是他陪着我喝酒的,而且我还喝醉了。 难道是他,阿妩,我猛地就干呕了起来,我幻想过跟其他的女人发生过关系,甚至是电视里的女明星,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跟一个男人。 但是这件事却真实地发生了,真是要多恶心,就有多恶心,我忍不住地跑进了卫生间,趴在马桶上一阵呕吐,吐了一阵子之后,我就打开了花洒,一遍遍地清洗自己的身体,同时一遍遍地刷着牙。 洗完之后,我把床单被罩全都扔进了洗衣机里,倒了半袋的洗衣粉。 桌子上还有昨天剩下的残羹冷制,我全都扔掉了,就连网筷都一起扔了,收拾完了之后,我坐在沙发上,还是觉得恶心,后来忍不住又泡了一杯茶,想用茶香来清洗一下我的肠胃。 我拿起手机,里面都是安慰我的,我都没有回,朋友圈还是老样子,不是晒饭菜的,就是做广告的,还有就是集赞的。 我看到了张洪涛发的一个朋友圈,居然是在医院,我本想删了他,但是想到我删了他,他不删我,也是白大,就没删他。 但是也没有理会他,我不理会他,他却理会我。 他居然给我发来了一段语音,超哥,你醒了吗? 昨晚你好猛,好厉害啊,人家后面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话,大体就是他局部受伤了,去医院看钢肠科了,收到张洪涛的威胁。 我确定,昨晚我真的跟他发了不可描述的事情,这让我忍不住的又恶心了起来,又跑进了卫生间吐了一阵子,然后又洗了一个澡,刷了一遍牙,临近中午的时候,张洪涛居然来了,还拎着一些吃的,一脸的笑意,超哥,你想人家了吗? 张洪涛笑着问道,砰的一声,我一拳就把他给打倒在了门口,然后怒声说道,你个死变态,你居然趁着我喝多了,跟我发生了那种事情,你是要恶心死我吗? 哇,张洪涛就哭了起来,哭着说道,超哥,你居然打我! 我那么喜欢你,你居然打我! 昨晚还那么用力地疼,你给我闭嘴,我怒吼道,打断了他恶心的话,然后猛地就把他给拉进了屋里,生怕邻居听到我们的事情,超哥,其实在你跟李天交谈恋爱的时候,人家就喜欢上你了,你符合了人家对男人所有的幻想,尤其是昨晚,你真的是太男人了,让人家张洪涛一脸崇拜地说道, 你给老子闭嘴,我怒吼着,打断了张洪涛的话,张洪涛的话,让我忍不住想到昨晚的事情,我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,怒吼的同时,一拳就把张洪涛打在了沙发上。 哈哈哈哈,张洪涛不怒反笑,看着我说道,超哥,你只是暂时接受不了我,等你慢慢地想通了,你就能接受我了。 你给老子滚我一字一顿地怒吼道,如果是一个女的,我可以接受,但是她是一个男人,我在心里和身体上都接受不了。 超哥,你不要这样子了啦,我们已经有事实了,而且你现在是单身,我也是单身,我们在一起也是很正常的了,法律虽然不支持,但是也不反对啊,我们就不要管其他人的态度了。 张洪涛说道,你他妈的,我实在是说不出什么话了,只能怒吼道,你给老子滚,老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 超哥,张洪涛娇声喊道,你闭嘴,我怒吼道。 好,好,好,人家闭嘴还不行吗? 张洪涛说道,然后接着说道,人家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,不过不要紧,过几天你想明白就能接受伦家了。 伦家,我尼玛,我忍不住又扬起了拳头,但是张洪涛却直接窜到了门口, 超哥,你先适应一下,人家先回去了,等你想通了,人家再来找你。 张洪涛笑着说道,滚,我怒吼道,张洪涛笑着就跑出去了,完全没有把我打他的两拳放在心上, 接下来的一天,我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,恭喜或者安慰我离婚的消息已经都发完了。 父母那边,我们暂时瞒着,毕竟我们结婚的时候,花掉了双方父母七成的积蓄。 我跟李天娇达成了一个共识,尽量地瞒着彼此的父母,接连几天的上班,没有什么事情发生, 同事们都有意无意地躲着我,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,虽然我没说什么, 但是心里还是非常感激他们的,周二的时候,丈母娘给我打电话,让我去家里吃饭, 我去了,李天娇也去了,丈母娘准备了一桌子的菜,老丈人也拿出了珍藏了几十年的好酒, 大半瓶酒下肚吃后,老丈人突然就哭了, 我知道我跟李天娇的事情,他们已经知道了, 我没有让老头先开口,我先说道,老头啊, 老头是我平时对他的称呼,老头啊,什么也别说了, 以后只要我有时间,就会来看你的。 我说道,眼泪也流了下来,我跟李天娇结婚三年, 我父母在外地,他们二老对我们也是非常好的, 让我也感受到了父母的温暖,我对他们二人还是非常歉疚的, 老头和老太太都抹着眼泪,我也是哽咽了,说不出话来了。 孩子,这里也算是你的一个家,随时欢迎你回来。 老太太眼泪婆娑地说道,离开二老的家的时候, 我已经没有了感觉。 你跟张洪涛在一起了? 李天娇问道,听到这话,我瞬间就醒酒了, 浑身发麻,浑身发冷,连忙说道, 开什么玩笑,我们是两个大男人,怎么在一起? 李天娇没有说什么,只是把电话递给了我, 手机中是几张照片,居然是我跟张洪涛的照片, 看到这几张照片,我瞬间就浑身发麻了,还有视频。 李天娇说道,我必须要跟你解释一下。 我连忙说道,然后接着说道,那天你走之后, 我跟张洪涛喝酒,我喝了两杯酒,就什么都不知道了, 醒来之后,我就光不出六地躺在床上了。 李天娇没有任何的表情,依旧是原来的样子, 说道,我知道,因为我们都被他给算计了。 听到这话,我不由地就皱起了眉头, 问道,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 我第一次跟陈平生发生关系, 就是张洪涛把我灌醉的。 李天娇说道,然后接着说道, 第二次,第三次也都跟他有关系, 我现在终于是明白了,他是看上你了, 所以才想办法把我给踢出去的。 我梦了,真的梦了,那个死变态,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, 我对他真的没有一丝的感觉。 更没有男女之情,他怎么能这样做, 其实他也只是一个借口, 你说得对,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底线, 只是我的底线被一次次地突破了而已。 李天娇说道,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, 李天娇接着说道, 你是一个好人,也是一个好男人, 谢谢你今天能来陪我演这最后一场戏。 但是,爸妈都知道了。 我忍不住说道,我要离开这个城市了, 李天娇说道,不带他说后面的话, 我就说道,有时间我就会来看望二老的。 对不起,李天娇说道,我摆摆手, 然后就向自己的车走了过去, 然后就给张洪涛打了一个电话, 让他来我家,碰我毫无保留的一拳, 就狠狠地打在了张洪涛的脸上, 直接就把他给打得摔在了地上, 超哥,你随便打,人家不躲, 人家知道对不起你, 只要你消气了,人家就是你的沙包, 你随便打。 张洪涛说道, 面对这样的一个人, 我实在是下不去拳头, 打他, 我都觉得恶心, 你为什么? 如果不是你, 天娇也不会出轨, 为什么你选了天娇, 那么多人, 为什么你不选别人? 我怒吼道, 不是我, 还会有李姐, 王姐, 赵姐, 她的精神已经出轨了, 即使没有我, 她也会出轨的, 只是时间的问题。 张洪涛说道, 如果不是你, 把他灌多了, 他也不会被陈平生占了便宜, 也不会被他要挟, 跟他做出了那么无耻的事情, 我怒吼道, 我说过了, 没有我, 还有其他人, 他已经精神出轨了, 身体随时都可能出轨, 无论你接受不接受, 这都是事实。 张洪涛说道, 停顿了一下, 张洪涛接着说道, 而且你也跟我发生了关系, 这也是事实, 没有了李天娇, 你还有我涛姐。 还有脸说, 那天你是不是给我下药了? 我怒吼道, 就是一点点以张洪涛心虚地说道, 滚, 你给老子滚,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, 滚, 我怒不可遏, 我现在恨不得把他给打死, 超哥, 那人家就先走了, 你先冷静冷静, 过几天我再来找你。 张洪涛说道, 滚, 我怒吼道, 我真的是要被气死了, 这个死变态, 居然这样算计我, 不但把我的家给算计没了, 还把我的人也给算计了, 要不是怕丢人, 我一定好好地收拾他一顿, 邦邦邦, 就在我生闷气的时候, 有人来敲门了, 肯定是张洪涛那个死变态又回来了, 滚, 我怒吼道, 但是门外不是张洪涛, 而是孙洪梅这么大活气, 不会是张洪涛气的吧? 孙洪梅笑着问道, 你怎么来了? 我问道, 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? 孙洪梅笑着问道, 我一转身, 把孙洪梅让进了屋里, 请她坐在了沙发上, 给她倒了一杯水, 孙洪梅喝了一口水, 说道,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, 跟我道不着歉吧, 我老婆出轨, 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? 我说道, 跟我有关系, 孙洪梅说道, 然后接着说道,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, 因为你, 怎么回事? 我的眉头就皱了起来, 孙洪梅又喝了一口水, 说道, 你坐下, 我慢慢地跟你说, 我疑惑地坐在了孙洪梅的身旁, 孙洪梅就讲述起了事情的全部经过, 原来孙洪梅早就知道, 陈平生在外面沾花惹草的行为了, 陈平生虽然说是一个经理, 但是每个月挣的钱都不够他自己花的, 他在外面胡混都是花的孙洪梅的钱, 孙洪梅已经对这个人绝望了, 就想要跟他离婚, 但是正常的离婚他还要分一半的家产给陈平生, 所以, 他就要找到陈平生出轨的证据, 这样一来, 因为签了婚前协议, 陈平生就只能净身出户了, 孙洪梅就找到了张洪涛, 张洪涛正想着怎么把我和李天娇给拆开呢, 他一合计就有了办法, 在公司聚餐的时候就把李天娇给灌多了, 然后让张洪涛照顾李天娇, 结果张洪涛就趁机下手了, 而且还拍了视频威胁李天娇, 让李天娇不敢拒绝他,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, 原来一切都是他算计的, 我的家, 我的身体, 原来都是毁在了这个女人的手里, 如果当初我不去找你, 你是不是也会来找我? 我问道, 有张洪涛在, 你是不可能不去找我的, 孙洪梅笑着说道, 你居然还能笑出来? 我掐死你, 我怒吼道, 然后就扑到了孙洪梅的身上, 掐住了她的脖子, 等等, 孙洪梅大声喊道, 然后接着说道, 你只不过是失去了一个出轨的女人而已, 而我, 无论从身材, 样貌, 还是财力上, 都是比李天娇要强出很多的, 现在都便宜你了。 听到这话我一愣, 我当然是能够听懂孙洪梅的话是什么意思了, 一瞬间我就停了下来, 看着孙洪梅, 孙洪梅的脸慢慢的就红了, 眼睛也水汪汪的了, 奈奈个熊的, 我咒骂了一声, 然后猛的就向孙洪梅亲了过去, 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? 你以后要离张洪涛远点, 我以后再也不见他了, 以后你不能出轨, 出轨就要净身出户, 我知道了。 不可適, 这就成熟了, 不可適中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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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適中,